大家好,我是二姐,鲁蛋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吃,每天在外面买又担心不卫生。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,最简单的卤鸡蛋的方法,不用放任何的香料,卤香味浓郁,非常的好吃。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放进大碗里,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勺食盐,再加入清水,水未没过鸡蛋就可以。 我们刚买回来的鸡蛋表面,有一些残留的鸡粪和脏东西,这些脏东西里面有大量的大肠杆菌,所以我们要用盐水把它清洗一下,洗干净后直接把鸡蛋放进锅里面,然后加入清水,盖上盖子,开大火烧开,水烧开后转小火煮8分钟,时间到了之后关火把鸡蛋熬出来。 放进凉水里面浸泡一下,放凉水里面浸泡方便给鸡蛋去壳。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小刀,在鸡蛋的表面打上花刀,全部打好以后把它放进盘子里面。 我们把鸡蛋倒进锅里,往里面倒入清水,往里面倒入100克生抽,50克的老抽。 一小把冰糖,一小勺食盐,用勺子把它搅拌一下,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。 开大火煮开,煮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,中途的时候用勺子把鸡蛋翻动一下,使鸡蛋更好的入味。 盖上盖子继续煮。 时间到了之后,先不要急着打开盖子,让鸡蛋在锅里浸泡半个小时。 我们再把鸡蛋盛出来放进盘子里面。 卤蛋这样做非常的简单,好吃又营养,而且没有放任何香料。 这样做好吃还不上火。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